口罩需要配給 一個就戴一人 手術室的醫護正常來說是怎樣呢 正常來說根據公序 我看報道是否甚至出入一次 一個病人一個手術 他們需要換六七個口罩 根本未計入手術室 正常一個對護士醫生 上班一個Level 1的口罩 一個放工一個上班用 最正常的 上班放工一個 工作時間每四小時 換一個Level 3的口罩 工作時間每四小時 換一個Level 3的口罩 即表示每日如果你工作八小時 就要四個口罩 每日如果你工作八小時 就要四個口罩 如果超過八小時就要五個口罩 但出入病房 如果你做手術插頭 每一次進去就要換一個 N95醫學用的口罩 即表示每日最少用五至十幾個 都有陳佩賢 抗議員出來說 醫護人員每日最少用四至六個 你經常出入手術病房 高雅病房 要用十幾個 自己病人每日都要一日四個 那你計算一下 其實我除了 每日在說用七十九萬個 前線的醫護六萬個 即根據醫管局所說 六萬我當四至六個 即五個 乘五至三十萬 我還未計病人每日四個 再加上有些需要多些 或者要十幾個 根本七十九萬條數就剛剛好 好 好 好